杨九郎原名杨浩翔 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夜口的金片子从小喜欢相声 小时候上课的时候还被老师没收过MP3 里面正是放着郭德纲的相声 后来长大也去听郭德纲的专场 还被摄像师录下来过 因为喜爱相声 09年他在网上自学了一段张云雷唱的太平歌词 去考了德纲社 经过了层层的筛选 成为了一名正式学员 并进入德纲社九字科 也就是俗称的头九 有情有义杨九郎 杨九郎最初的搭档不是张云雷 而是大哥冯赵阳 和冯赵阳合作的时候就已经是对立的道二了 也得到过师傅的夸奖说 九字科现在有样了 能看得出来的就是杨九郎了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发面团子 还带着少年的青涩和智能 杨九郎和张云雷认识的时候 都有各自的搭档 至于他们怎么在一块的 外界众说纷纭 有的说是盗追 有的说是因为一块表会录的 还有的说 一块吃了顿饭就合作了 具体的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当初张云雷在南京坠楼 生命垂危 即使手术后 也被认为不能再上台说相手 所有人都劝说杨九郎换搭档 就连张云雷也劝说他 但是杨九郎在张云雷注重症监护事时 一直照顾他 不肯换搭档 所幸张云雷又能重返舞台 从此 那个三庆园的小霸王 变成温柔暖男 在舞台上 所有的打戏都小心翼翼 在舞台下 一遇到人多的地方 杨九郎一定会护着张云雷 喜欢杨九郎从来不是烧带 这也是粉丝最常说的一句话 有多少人是因为张云雷认识的杨九郎 却现在杨九郎的肯里出不来 说不清为什么喜欢九郎 可能因为他重情重义 可能因为他温柔体贴 可能因为他唱歌时候不安的转一角 也可能因为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霸气侧漏 九郎是九字科的老四 却是第二个给字的 在相声技术的掌握上 九郎无论是凉活尺度 还是临床反应 都当得起过老师那一句 九字科捧格里最有样的评价 一千天 一千天 一千天啊 养九郎 九字科的都盛党起来了 在九字科的里边捧人有样 现在找出来的就是这孩子 当然是跟眼睛这点关系 也算自然在他 可是哎呦说过来孩子 你父母是真的一个正事 怎么眼睛那样的 九郎最为人知的 就是他的掀挂能力了 这是作为一个捧根 最能体现反应力和表现力的时候了 只要张云雷在台上 出现了任何的差错 他每次都会接上去 把张云雷的口误翻成包袱 有好多的经典段子 都是九郎的掀挂 好的捧根是可以适应各种斗根 找到最适合的表演风格 和张云雷搭的时候 他是个手气包 一直宠着让着张云雷 偶尔也会怼得张云雷哑口无言 而换个搭档 他又变身三庆元小霸王 一言不合就上手薅尼头发 众所周知 烧饼的表演风格是比较闹腾的 一般的捧根压不住 而九郎却能捧得严丝合缝 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了 唱功方面的提升 而九郎最不自信的就是唱了 从一开始的不敢唱 到紧紧张张的唱 到每个专场都会唱一小段 九郎进一步的不失一点半点 在德云斗笑社和上九戏 一起唱的rap 也让大家眼前一亮 粉丝曾说他唱得不好 没关系的 九郎说他有关系 他既然站在台上了 就要对观众负责 观众花钱听你了 就不能让观众失望 他也是真的做到了 虽然以不畏的身份 参加德云斗笑社 但是最后的评分 却仅次于孟和唐 杨九郎可谓是自带笑点 而且在节目中 九郎也是笑点担当 不时的被师傅拿出来 言语一下 说到杨九郎 自然会让我们想起变哥哥 搭档能在观众心中 有这么高的呼声和地位 是不是更期待 下一季张云雷 能够加入到 这单德云天团的 综艺节目中了 到今年 已经是杨九郎 从一第十一年了 杨九郎的十一年 是从容与不安 齐头并进的十一年 无论是从一还是做人 这十一年间 杨九郎从爱好者 变成传承者 他真的做到了 糖肠粒子不加糖 最爱海定 杨九郎